在千塘江口杭州湾的江海交汇处 横跨着一座跨江大桥 这座大桥将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长最宽的多大斜拉桥 这座大桥的主桥长度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它的名字叫做家绍大桥 这里是桥梁界公认的基础条件 最复杂的建桥区域 家绍大桥所处的尖山河段 是前塘江流域最凶猛最恶劣的水域 每年受台风 潮汛 洪水 大雾等影响 一年内可以施工的天数不足280天 这里的潮水每日两涨两落 最大潮差高达9米 最大流速高达每秒7.5米 威力相当于山洪爆发 而低潮位时两岸贪图较宽 施工作业条件受到极大的限制 如果我在一个大海上建桥的话 那我可以用一些大型的船机设备进来 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刚才说的 一个大型船机设备进不来 因为它是前塞到一个是低潮位 水深不够 第二个涨潮落实在是流速太大 工程师们要面对的是最危险的海上作业 包括船舶定位 起吊在内的数十道工序 必须在高平潮时的一个小时内完成 这将是一场空前的奋斗 将把所有人的潜力发挥到极限 如此精良细腻地建造一座跨江大桥 将把桥梁工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也是世界上发展经济最快的国家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省 是中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 在浙江中部前塘江南面的绍兴市 从一个江南小城发展成为 独具水乡风情的沿海城市 绍兴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经济增长最快 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这里也有着桥乡丝绸之府的城位 因为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业生产基地 特色经济的发展 让居民们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在距离绍兴北边70公里以外的嘉兴市 这个家在人间天堂苏杭之间的城市 也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 它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带的重要城市之一 现在工程师们梦想 要在前堂江潮叉最大的尖山河段 建造一座跨江大桥 将绍兴和嘉兴这两座城市连接在一起 这便是嘉绍大桥 这座大桥的总宽幅达55.6米 主桥长度2680米 隐桥加主桥的长度达到了10137米 嘉绍大桥建成后 可以把江浙两省的连云港市 延城市 南通市 苏州市 嘉兴市 绍兴市 台州市等 连城一体 通向福建南平 由此形成我国沿海经济大动脉 大桥开通之后 绍兴到上海的车程缩短了一半 从而可以实现绍兴 嘉兴 与上海的经济社会互动 实现这一梦想 却付出了20余年努力 绍兴与嘉兴 这两座上个世纪70年代 起步的乡村城市 正在向大工业基地转化 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 在日渐繁荣的这座城市里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 提出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构想 飞渡杭州湾 在绍兴嘉兴之间架起一座起 把杭州湾南北两岸间的交通格局 由V字形变成一个A字形 但由于当时技术落后 这个想法随即遭到搁浅 时至2000年 全中国开始讨论入市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而上海将成为承接 国际产业转移的桥头堡 借助这一平台 嘉兴与绍兴将打通 至上海的快速通道 发展沿海经济 然而建造这座局势 瞩目的大桥并非一时 此前世界范围内 尚无在强涌潮河段 建设大桥的先例 尖山河段 是世界三大强涌潮河段之一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 起潮时宽深的弯口 一下子涌进大量海水 由于江面迅速收缩 水流遇到沙坎 阻力增大 前坡变斗 前峰水面就会明显涌起 从而形成举世闻名的 前江潮 大桥的建设位置 刚好处在前塘乡河段 江海交汇的地方 在潮水和上游来水的 共同作用下 使得河床主槽 平凡摆动 为防止主槽摆动 对通行影响 只有多出几个主通行道 才能适用河床主槽摆扶 林道锦 桥梁工程师 清华大学桥梁工程博士 七年来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和他的同事们 参与加绍大桥的建设工作 这座超级建筑 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它是一个修船的禁区 它有好多技术的问题 是以往 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所以就是好多传统的技术手段 在这个地方 就很多地方就行不通 必须要采取 对产生技术进行创新和突破 摆在这个团队面前的第一步就是 要设计一个可以抵御涌巢 同时能保证通行的大桥 面对的如此特殊的环境 纵观世界 无力可寻 这时一个想法提了出来 工程师们要在这片区域 建一座多塔斜拉桥 只有采用多塔斜拉桥的结构 才能满足这里特殊的环境 斜拉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锁 直接拉在桥塔上的一种桥梁 是由承压的塔 受拉的锁和承弯的梁体组成 由于特殊的水域环境 主桥将采用五个通航孔的六塔结构 不论河岛主槽处于任何走向时 都均能满足通航的要求 在我们这个前面江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说它不断地在摇摆 所以我们在选择桥形的时候 必须要针对这个主桥摆动的特点 把它覆盖住 那么最终我们选择的这种 就是五跨当孔是428米的 这么一个多塔斜拉桥 在这之前世界上最长的希腊桥 为希腊的里奥安托里恩桥 2216米 与法国的米约高架桥 2460米 由于面临船舶通航的需求 加烧大桥必须采用 五个航道的六塔式结构 主桥长度达到了2680米 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加烧大桥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上主桥连续长度最长 桥面宽度最宽的多塔希腊桥 这是我国桥梁建设者 对世界希腊桥记录 发起的新挑战 大桥的设计 使得工程师们打赢了第一场仗 但要建一座局势瞩目的大桥 还有很多困难 大桥面临的首要施工问题就是 主桥桥墩的建造 杭州湾以前唐朝而闻名 在这里经常出现涌巢或暴涨潮 在这里施工给建设者们提出了很大的考验 传统意义上的桥梁桥墩基础施工 通常采用群装加成台的结构形式 但成台一般会建在河床水面之上 加绍大桥的主桥桥墩施工 并不能采用这种办法 前唐江永朝奇观天下闻名 为了不影响大潮奇观 给加绍大桥桥墩的足水率 提出了小于5%的要求 如果把成台建在河床水面之上 就会增大永朝的足水面积 从而影响到了前唐江的关潮景观 在加绍大桥的东边50公里外 是横跨在杭州湾上的另一座著名的大桥 杭州湾大桥 杭州湾大桥的建设 处于前唐江的入海口的流域上 为了不影响关潮的效果 给杭州湾大桥的建设提出了10%足水率的要求 而加绍大桥处于前唐江尾部的尖山河段 潮差流速比杭州湾大桥更大更急 5%的足水率比杭州湾大桥更为苛刻 为了满足这一苛刻要求 加绍大桥主桥成台必须处于河床泥面以下 这样的施工与传统意义上的造桥大相径庭 为了打造坚实的水下成台 加绍大桥采用了钢维燕施工技术 钢维燕作为一种临时性维护挡水结构 将保证成台施工的顺利进行 由于前唐江朝墙流急 涌朝汹涌 如何盛放钢维燕本身就遇到了挑战 一个钢维燕有多大 外壁直径41.6米 单体用钢量超过800吨 主桥的六个桥塔要建造总重达4800吨的钢维燕 堪称巨无霸 杭州湾与南美的亚马逊河口 印度的恒河河口并称为世界三大强朝海湾 目前在这三大强朝海湾区建桥的唯有杭州湾 在这样的区域乘防钢维燕 必须选择最合适的时机 工程师巧妙地利用了前唐江 勇巨的规律展开了与勇巨的斗智斗勇 钢维燕每个单体重800多吨 由于大型浮吊船舶无法进入施工现场 巨大的钢维燕只有分批进行运输 这个800吨的超级巨无霸 先在工厂内分节分片进行制作 才在现场吨位处搭设拼装平台 最终组装成整体 为了抵抗勇巨大的推力 工程师们采用了先装机后围燕的施工方法 也就是将先围的装机钢护筒连成一个整体 再在钢护筒上安装导向装置 形成一个围燕盛放的强大定位支撑系统 接着施工者们利用一个退淘气的时间 完成了刚眉眼入睡着床 这六个巨无霸 依次战胜了汹涌的前堂潮 主桥桥墩的建设告一段落 现在要解决的是 加朝大桥引桥桥墩的建设 加朝大桥需要建造150根引桥桥墩 来解决引桥受力的问题 主桥桥墩采用的是 群装加成台的施工方式 这种方式只有将成台放置在 河床一面有下 才能减少足水面积 不影响著名的前堂江观潮 但这种方式需要巨大的 钢维燕维水结构来进行施工 如果引桥的150根桥墩 也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建设 引桥桥墩将建设150个岗维燕 在如此凶猛的水域进行这种施工 那无疑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装机桥是桥梁结构 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它置身于深深的地极之中 默默无闻地承受了重压 如一根根地毯神针 牢牢固定于杭州湾的千年沉积层中 如果采用常规的裙装机构加成台 加增深的结构形式 那我们的成台必须要埋至于河床断面以下 那在这样一个冲刷激烈涌潮汹涌的河段 进行这种成台的施工 它将面临着非常大的施工风险和施工难度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 面对这一难题 工程师们需要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 来确保大桥的施工 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被提了出来 就是对裙柱桩进行瘦身 采用一根直径3.8米的大单柱桩 来解决这一问题 使用这种大直径桩 取消了成台的机构建设 既减少了足水面积 也能满足桥墩承载的设计需要 但纵观国内外的建桥时 最大的单庄独柱直径为3.4米 使用3.8米的桥墩 大大增加了建桥的难度 以往在我们国内市政桥梁 或者是小型的公路桥梁的杂道桥中 都有采用 但是在如此大跨境 如此宽在海上长桥上采用 还是首次 施工中工人们先要用大型钻机施工 把150根大直径桩 钻进110多米深的磁力层 形成装机孔 之后在孔内安装钢筋笼 并交注1300亿方的装机混凝处 成装后直接利用钢户筒作为围水结构 在钢户筒内施工原型蹲伸 工程师和工人们克服了这个巨大的困难 需要打的装机一次性达到位 并确保都是一类装 大桥顺利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马永芬是绍兴当地的一名厨房工 2005年之前 他一直做服装生意 从2008年开始 马永芬便来到了 家兆大桥的工人食堂 做饭房工 在这里 他的生活两点一泻 每天往返于大桥和自己的家种 生活简单而又充实 2008年至今 马永芬也见证了 这座大桥的点点地地 从无到有 每一个伟大工程的背后 总有一些默默为他付出的普通人 马永芬知道 他的付出没有白费 他更知道 这座大桥的建成 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天天都是大学生在桥上坐 冬天冷 夏天高温又热 和他们真的辛苦 我们在池塘里 幸运也辛苦 比他们好多了 我说跟他们说 这个桥建好了 你们也要休息一下 真的太厉害了 然而 要建造一座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西拉桥 还有很多技术需要克服 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塔西拉桥 它的名字叫做加绍大桥 这座大桥主桥长度达2680米 总宽幅55.6米 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因为桥位所处的特殊的水域环境 常规的混凝土浴制粮用的浮钓输送 在这里并不能成立 浮钓 再由其中其的浮动平台 它可以在港口内移至任何需要的地方 靠拨或运送货物 但由于加绍大桥恶劣的水域环境 大桥的2878节混凝土浴制粮 并不能通过浮钓的方式运输 它们只能通过在已拼装好的混凝土浴制粮上 进行下一步拼装的施工方式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单桥独柱桥通上 大规模采用架桥机进行浴制粮截断拼装 在另一块工地上 这里正在制作着 加绍大桥主桥桥面的钢香梁 现在工人们要面对的是一片重达200吨 两片荷笼达55.6米的巨型钢梁 它们正夜以继日的精雕细琢 来完成钢香梁的制作 哪怕有一次偏差损失都将是巨大的 它们要在一年时间里制作出374片 重达77000吨的钢结构 邵天吉是如高基地的总工程师 他每天都要和他的团队监督着 每片巨型钢梁的制作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 一座大桥需要如此之多 如此之大的钢香梁 我们专门为加拿大桥投入了三条钢香梁总匹线 其中二号和三号总匹线 可以顺向连接全长330米 是目前国内同类大桥施工中最长的一条钢香梁总匹线 因为桥位所处的特殊的水域环境 常规的混凝土预制粮用的浮钓输送 在这里并不能成立 而主桥的桥梁结构 是每片重达200多吨的钢香梁 所以梁上酝梁的方式也不适用 为此加巢大桥的工程师们 制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 成功的话他们就可以创造历史 工程师们决定在这片世界上 最凶猛的乡潮区 运用船舶进行每节重达200多吨的 钢香梁的运输和吊装施工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 每一处细节都要进行招命 而又谨慎的安排 现在工程师们要将制作好的 重达400吨的两片钢香梁 运到开往绍兴的桥位上 这些预制钢构建中的巨人 寄托的工程师们的梦想 也可能成为他们的噩梦 工程师们要将这374年巨型钢香梁 完好无损地送往绍兴的桥位上 由于钢香梁截断体积和重量均较大 不能通过引桥的梁上运输的方式进行施工 只能通过船舶运输进行吊装 工程师们利用了前塘江永巢的自然规律 抓住高潮位时水深较深 流速较小的特点进行刚香梁的运输 夹烧大桥桥位所主的烧水 每日两掌两落 运输船舶将在有限的高平潮时间内 及时地完成起调工作 并在退潮之前安全撤离 这是无数次运输中的一次 然而船员和工程师将每一次运输 都当作对于生命的赌注 因为在这片海域上 他们要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凶猛 最恶劣的永巢区 加烧大桥刚相应的运输和吊装工作 要在不到一个小时内的高平潮水位时完成 重大200多吨的刚香梁和不断增大的潮水流速 使得每一处细节都不能有丝毫的疏漏 这对船员和工程师们都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胖的计划能否成功 敬请收看《永巢之上》下集 表明下集完 蓋下集完 感谢合计